今天新增的29例的本土病例 这次全数都是本国籍 看到29例暴增 其中有7例跟先前的确诊者 并没有关联性 29例当中包含了有两例 就是昨天晚上所爆出来的 就是在和平医院确诊的这两位 包含了案1272还有1273 他们是曾经有在 5月1号跟5月2号的时候 就开始发病的 其实时间还蛮早的 今天29例当中 其中有16例是女性 13例是男性 他们的年纪是在介于 10多岁到70多岁之间 但其中有4个人是没有症状 其他25人发病日期 是在5月2号到5月12号之间 虽然目前所有住院当中 有三个是重症 有两位是已经插管的 整个的传播链可以分为 本土案现在有三个大的传播链 一个就是宜兰的游艺场 一个是万华的茶艺馆 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 因为现在目前这个一层一层的扩散下去 还有一些疫调 现在都还没有来得及疫调出来 另外就是1203的部分 也就是前师子会会长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整个29人当中 今天这三大链 宜兰的部分呢 今天是加1 因为有9个人群聚了 在万华茶艺馆的部分呢 是今天加了16 这个速度很快 总共算起来有23个人群聚 还有这个前师子会会长的部分呢 今天是加5的 这个部分应该是跟他的家人有关联 那目前呢是已经有25个人群聚 可以说是一个人传给了25个人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 虽然现在还没有准备要升级到三级的警戒 但是呢有一些关联线还没有查清楚 他自己形容说 现在是有几把火 三把火烧得非常旺 当然希望说 这些问题里面可以预期的不要这么的严重 希望能够赶快的把这个 他们疫调的足迹全部都查出来 能够匡列出来所有的确诊者 但是呢这29例当中 有16例就是跟万华案有关 台北市场课问者呢 在今天下午再度的亲上火线 他开了记者会宣布防疫要升级 从明天开始台北市的公有场所 八大类的行业 还有电子游戏业 网咖这些场所 要同步的发布停业的通知 今日的疫情境外无力 本土29例 而且其中16例是跟万华有相关 所以显然疫情还继续在蔓延 所以这个防疫要继续 按照状况 往上升级 所以从明天开始 台北市公有场馆 还有十大类的场所 包括所谓的八大行业 五厅 五厂 酒家 酒吧 特种咖啡茶室 四厅歌唱 夜店 三文软 当然也包括之前发布了172家的饮酒店 饮酒店 饮茶店 你知道 也同步延期 那大家会问说 什么时候才会副业 你知道 我想这个 看整个疫情的发展 滚动是 现在疫情还在蔓延 你知道 所以我们要先再把防疫的升级再往上升级 从华航 诺富特群聚事件 还有狮子会 万华 茶艺馆 以及后来的宜兰的游异场 总共有72人的传播链 究竟谁才是超级的传播者呢 是基隆的摆摊副呢 是新北的狮子王吗 现在其实不管谁是超级的传播者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同病毒的 这个传播链 一定要把它给止住 一定要锻炼 而指挥中心也说了 诺富特跟狮子会 跟宜兰的这些群聚的基因的定序 都是相同的 但是专家表示 序列相同 不代表是找到了感染源 因为目前这些线非常的乱 有可能是不同的线所窜出来的 因为如此 所以民众呢 非常的恐慌 也担心在未来 还有更多的未爆弹 在网路上呢 还有不明的因党流传 说还有更多的确诊者 但是指挥中心 立刻发了声明加以搏斥 新北进行全市24小时清修 正因本土疫情急升 三企群聚感染连环报 指挥中心证实 卢州前狮子会长和万华茶室小姐 有人与人的连结 串起了72人染疫的传播链 根据基因定序 新增的本土群聚 和华航诺富特是同一个英国变异株 最早确诊的案1203前狮子会长 一传十九最惊人 曾到万华茶艺馆接触茶室小姐案1220 酿成万华茶艺馆七人群聚 这当中群聚足迹 有人曾去过宜兰游艺场 也造成八人群聚感染 但整起事件谁传谁还不知道 已经传一段时间了 万华现在隐形的感染源 也就是说比较青春 无症状感染者应该不少 所以这个线已经很乱了 觉得你很难用一条线 把所有人串在一起 搞不好都是不同的线串出来的 回溯整起事件案1217 基隆富人平时会到万华摆摊卖茶 5月2号就出现症状 前世子会长则在7号出现咳嗽发冷 宜兰游艺场女员工则是9号发烧 被医师察觉有益 这名基隆富人都比两起群聚 第一位确诊者还早发病 但世子哥活动力十足 跑摊参业后还到万华茶室续摊 唱歌喝酒亲密接触 没有戴口罩 恐怕病毒就是随着情欲流动 中间已经隔了好几层 又在才传到这边去的 因为这个网络是相当复杂 除非你能从疫调证明它们有相关 但从病毒序列证明它们是相关的 这个证据是比较弱的 网路上甚至疯传一则40秒音等 说医师群组传出台北基隆 有多人确诊 而且是陈时中还没报的 指挥中心虽然回应是假消息 但恐怕已经让人心生恐惧 记者综合报导 今天一口气一下子暴增了 29例的本土案例创下了新高 现在要匡列真的困难度也很高 因为除了万华跟宜兰的群聚之外 当中有7例的感染源 是找不到的 还找不到相关性的病例 那么陈时中表示 这其中甚至有两三天 都没有出门的确诊者 现在都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会感染还要再厘情 其中几个大家看到说没有留病的相关性的 其实有几位医调都 都有一些持续的一些高度的怀疑 那所以大部分这个都是有时候说 就是这两天这三天全部都没有出门 全部都没有碰到人的 那些我们都需要在在整个在警政协旋 上面做一些努力 才能够把这个医调清楚 那这一次里面当然有相当的困难 他 因为大家可能对自己的 个人的行程都比较 隐晦一些 所以相对都要花一点时间 才能够问出一些端倪 或者透过一些其他的资料 才能够把他的行踪 创得比较清楚 让我们的印调比较完全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点点那个 便当下面的组合 底衣 没想到 什么 现在准备了 而且